林庄主 我就是快要病死了 你不需要道歉 现在是我拿到了丹药 魁北五年再度演出古装剧 最近才成自己想当妈妈了的林依晨 与小11岁的男主角张彬彬 搭档演出 却丝毫没有违和感 预告片曝光就让粉丝大赞 林依晨还真是包养有数 可怜她和我一样 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不光在剧中造型百变 从流浪的孤儿 演到被捧在手心的主角 还保留了原因 事实上从蓝灵王开始 林依晨就坚持原因上阵 即便有人批评这声音跟古装剧不搭 但却让观众更有熟悉感 而不仅她抢占大陆2019年 古装剧一姐的位置 这一位台湾女星也没闲者 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真心 陈乔恩主演的《孤独皇后》 也将在今年上档 而今年总在大陆拍戏的张俊宁 也有新作品 走的每一步都在我们的见面之下 有别于前几部作品都以服装亮相 这一回张俊宁演出时装剧 三大台湾电视剧女神 不约而同抢占录剧市场 谁能拔的头筹揽流量 势必也将掀起舒适大战 简片与综合报道